根据食药署公布的最新统计 这些劣质的搜水油品 总共流入了933个店家 其中台北市最多占了将近400家 食药署表示未来会更严格的把关 除了要求食材登陆 也会把频频出包的油品公司 列入一级品管加强查期 强惯劣质猪油流窜全台 不少知名大厂纷纷中标 7号上午食药署再度公布 击查到的下游名单 全台总共有933家使用 其中以台北市最多高达397家 再来则是屏东也有106家 有食品加工 有餐饮 有夜市 有小磁碳 短短一句话 却把民众藏外食的地点 跟产品一网打尽 让民众不禁心惊胆跳 食药署强调 以回收的厂商确认数量后 将全数销毁 保证8号就是最后期限 之后将不会再有任何收水油产品 在市面流窜 但对于先前5次查核强惯 最后一次还在今年6月 食药署坦承 当初真的没击查到这些劣质猪油 至于专家出来背书 说劣质猪油对人体危害不高 再度引发外界批评 食药署的态度 依旧耐人寻味 针对近年来的食安风暴 食药署决定推斗六大管理策略 包括登入食品业者 以及食品来源流向 并将出包平凡的食品业列入一级品管 积极亡羊补牢 只盼能挽回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